歡迎來到888研究室就這樣看電影大家好我是John 恭喜大家我們終於撐過了2020年無漫威之災 現在終於有漫威的東西可以看 反正呢我們終於等到汪達與幻視在1月15號的時候Disney Plus上面已經上映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講汪達與幻視第一集跟第二集的故事概要 還有小季節跟彩蛋跟接下來可能會演的東西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的頻道的話我們頻道通常會分析一些電影或者是影集 那如果你喜歡英雄類型特別是漫威的話我們是全台灣最優質的漫威頻道 所以一定要訂閱我們 當然接下來要看下去的話我們一定要有一個超級大爆雷的警告 因為我們等一下就是完美的爆雷完全的爆雷 你看到我們的影片你可能就會爆炸 我們在看第一集跟第二集的時候呢 完全的就是復古的黑白式美式喜劇 然後在看的時候就感覺到就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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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 對嗎? 我做 這兩集都是黑白模仿美國情境喜劇的內容 跟之前提過的I love Lucy Be Witch 很像 簡單來說故事的大綱就是汪達跟幻視結婚兩人搬到Westview這個小鎮上 第一集講的是幻視發現他們日曆上有一個小愛心 汪達以為這是結婚紀念日 但是幻視後發現原來這是他的老闆Arthur要來他們家吃飯 因為老闆的名字叫做Mr.Heart 所以會用一個愛心 因為Heart就是愛心的意思 愛心先生 所以用了一個愛心來當標誌 汪達發現後就用魔法準備了一桌的菜 故事的最後老闆被嗆到 幻視用他的能力解救了老闆 後來老闆跟夫人很詭異假裝沒事的情況下故事就結束了 第二集就在講他們在社區要替孩子們舉辦一個公益表演 晚上聽到奇怪的巨大響聲 隔天汪達與幻視表演魔術 影集結束在汪達與幻視看到的養蜂人 然後汪達就說 No 他說了No以後世界就有了色彩 啊 那這故事到底隱藏了什麼呢 我們後來重複了又看一遍 然後上網找了資料跟網友分享了一大堆彩蛋 才發現原來這兩集裡面滿滿的都是彩蛋耶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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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 move to town 幻視包王達進家裡穿越沙發 在Dick Van Dyke裡面其實Rod一直會被沙發絆倒 第一集是致敬Dick Van Dyke跟I Love Lucy 第二集比較是致敬Bewitch 因為從開頭的動畫跟Bewitch非常相似 第二集的時候呢開頭的動畫我們有聽到一首歌 這首歌的旋律跟Bitch Boy的Help Me Ronda很像 除了旋律像之外呢連歌詞入文字一聽 Help Me Ronda跟Help Me Wanda其實非常相似 最後在太太們聚會那個時候收音機突然間傳來奇怪的聲音的時候 其實收音機也有播這首歌 Out Of My Heart 在開頭的時候我們看到這個標語 Home is Where you make it 暗示這是它創造的宇宙 在開頭後其實有閃過一個頭盃 我一開始 以為這是Galactus 可是有點太誇張了 結果後來看到網友分析其實這是鐮刀死神 在第一集的時候我們看到他們結婚的那個時候車牌 他的車牌上面寫的0102 那在Avengers第102集的時候呢 其實鐮刀死神有出現過 這段故事就是在講當時幻視跟Grim Reaper有一個協議 就是幻視如果要幫鐮刀死神的話 鐮刀死神就會把幻視的意志轉到一個人類的身上 就會把他從機器人變成人類的感覺 那這個故事呢跟這個影集非常相似 因為好比是在暗示說幻視要復活了 另外一點我們看到了有六顆星星對不對 然後第一集跟第二集的最後一幕 其實都是六角形的方塊這樣子縮下來 然後片尾動畫的時候呢 所有的東西也都是六角形的 那這在暗示什麼呢 我們推測這可能是在暗示說 匪紅女巫的六角之力 就是他的魔法其實都是六角形的 六角形丟你 拿六角形丟你 在漫畫裡面有一段故事是 至高智慧創出了汪達跟快銀 同時至高智慧創出了這一頭牛 BOVA 然後當時BOVA解救了汪達跟快銀 然後將這兩位送給他的養父母 Maximov夫婦 那Auntie Ace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猜這應該就是在說 阿加莎 就是Agatha 因為在漫畫裡面他叫做Auntie Agatha 我們在第一集的時候呢 我們看到匪紅女巫丟匪帆在幻視的頭上 然後就碎掉了 這比較是一個反諷 因為我們在無限之戰的時候 明明就看到他的頭就爆掉了 在第一集的時候我們看到這瓶紅酒 也是在我們之前預告片的時候有分析過 Maison de Maupre 英文的翻譯就是 House of Contempt 到底什麼意思呢 其實沒有什麼意思 但是如果我們直接看 他的英文翻譯跟他的那個字母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它是House of M In House of M Scarlet Witch created a new reality Mutants were the majority And Magneto was the ruler 剛剛有提到第一集的時候 我們有看到8月23這個日子 然後是在一個禮拜三 他神奇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們回去看了一下 8月23然後剛好是禮拜三的時候呢 其實有兩個年份 當然不只兩個年份 只是跟這個有關係的 有兩個年份 第一個呢就是 2023年的8月23號 剛好是一個禮拜三 那2023年發生什麼事情 眾矩之戰 2023年的8月 剛好又是暑假 應該就是 蜘蛛人離家日 同一時間發生的事件 我們倒退一下 上一個 8月23然後是個禮拜三的時候呢 剛好就是1961年 那在1961年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情呢 剛好就是Dick Van Dyck Show 那時候就是1961年上映的 就可以看到 所以漫威編劇他們真的超強 他們除了可以對 Dick Van Dyck Show 致敬之外呢 剛好有跟 終局之戰之後的時間有關 當然除了日子 這個神奇的數字之外呢 也有人說 23號8月這個數字 238 非常有可能是在講 《復仇者聯盟》第238集 那第238集 幻世被重置 然後漫畫的封面 剛好也出現 《Monica Rainbow》 講完影集發生的年份呢 我們就來講 地點 Westview Westview到底在哪裡呢 我們從以下兩個細節發現 他非常有可能就是在紐澤西州 Jersey Boys Sh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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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Hackensack 其實是真正存在在紐澤西的一個地區 所以我們確定 Westview 應該就是在紐澤西州 很有可能就是汪達 剛好把他的情境宇宙創造在這個地點 但是也有另外一種可能 因為Camp Lehigh 當時就是在紐澤西 就是美國隊長被搜尋的基地 也是神盾局原創的地點 所以非常有可能 神盾局在那邊 天見局說不定也在那裡 那我們回到他們家 門牌號碼 我們看到28001 2800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非常有可能 是在指他們在漫威宇宙2800 但是這個宇宙沒有什麼特別的 外國媒體有說過 第二集手錶廣告之後看到 時針跟分針 剛好是指著2跟8的附近 會不會2跟8這個數字 跟未來也有一些暗示呢 但其實2點42分 非常有可能是漫威的242宇宙 但有另外一個說法 就是漫畫復仇者聯盟 第287 Jarvis差點死掉 但是又被救活 後來又加入了復仇者聯盟 這個事件跟幻視在影集裡面的故事 非常相近 說到廣告我們之前其實也有跟大家講過 汪達與幻視裡面 他們會有他們自己的廣告 但是廣告裡面會有滿滿的彩蛋 在第一集裡面我們看到一個 吐司機的廣告 眼前的朋友應該有注意到 這是史塔克公司製造的吐司機 吐司機 因為汪達的父母在Sekovia 被史塔克公司製造的炸彈炸死 這裡的吐司機又是史塔克工業製造的 可以聯想他們會不會是在暗示 汪達的父母間接的被鋼鐵人害死 廣告的Solgan Forget the past This is your future 很有可能是在暗示汪達說 不要再在意過去 這裡才是你的未來 最後紅色BB的聲音 跟爆炸的聲音很像 但如果我們仔細聽的話 其實那個吐司機開機的聲音 跟鋼鐵人光炮聲音非常相似 第二集的手錶品牌叫做Strucker 是九頭蛇出品的 Strucker是誰呢 Baron Wolfgang Von Strucker Strucker男爵 也就是負責執行 汪達跟快銀實驗的九頭蛇領袖 這非常有可能會暗示 之後我們會在影集裡面看到 他們當時用心靈寶石 給他們力量的那個過程 說到九頭蛇的基地呢 其實九頭蛇的基地也有出現在這個影集裡面 大家有看到嗎 就是在這個牆上 有沒有有沒有 他還可以睡在我背後 這非常有可能是在暗示 汪達其實記得這一段過去 然後他把這一段過去 製造在他的宇宙之中 應該是潛意識裡面知道這個真相 但他真正的意識是不想要去記得 我推測非常有可能 我們會看到更多汪達的過去 會出現在這個影集的彩蛋裡面 而且有發現那個在影集裡面 他的口音也不見了 他現在是完全美國口音 我剛剛做了 你知道嗎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我不會告訴你 其實阿加莎在第一集跟第二集 他每次出現的時候 他的別針其實都一直存在 別針上面是什麼呢 看起來好像是三顆香菇 有人說他看起來像死神 就是中間有一個拿著鐮刀 然後旁邊有另外兩個人 說到Agnes呢 其實Agnes在這影集裡面出現很多幕 但是Agnes的表情都怪怪的 好像他知道一些什麼 所以我們就仔細的研究一下 Agnes他周邊的東西到底有什麼 還有他說過的話 在第二集的時候呢 我們有看到原來阿加莎 要養了這隻肥肥胖胖 超可愛的兔子 那他的名字叫做 Mr. Scratchy 比較特別的就是 為什麼他會突然間說 國外有一些網友呢 他們有提到說 其實用動物飾演耶穌 是一個比較褻瀆神明的動作 那會做這種飾演的人 可能就只有惡魔 其實在英文裡面 Mr. Scratch 跟Old Scratch 都有惡魔的意思 Agnes其實在這兩集裡面 一直有提到他老公Ralph 但是我們從來都沒有看到他到底是誰 非常有可能 就是他其實根本沒有老公 他捏造一個人叫做Ralph出來 因為有另外一種可能 就是Ralph其實一直都在 只是他一直不在 他有可能是誰呢 非常有可能就是惡魔Mephisto 因為他裡面有提到 他的結婚結日 剛好是6月2號 那在1692年6月2號 在美國發生一個很大的事件 就是Salem Witch Child 那時候他們殺了很多 他們誤以為是女巫的女生 所以該不會 Agnes是在暗示 他其實在這一天 跟惡魔Mephisto簽下了契約吧 然後有一個比較直接的暗示 那已經不叫暗示了 直接說出來 所以這又更暗示我們 非常有可能他就是背後的反派 該不會真的就是Mephisto 整個Westfield非常的詭異 大家都說為了孩子為了孩子 但是沒有看到一個孩子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在漫畫裡面Mephisto 那個時候故意要讓Wanda 有了孩子 因為那其實就是他的 靈魂碎片 所以他兩個孩子 後來出來了以後 Mephisto就把這兩個 超強的變種人孩子吸收進去 因為他是他的 靈魂碎片 然後就變得更強大 然後再來一個奇怪的疑點 就是我們第一集看到 幻視的老闆 Mr.Hart到底跑到哪裡去了呢 因為在第二集的時候 我們看到魔術表演 大家都在 Mr.Hart應該要在中間才對啊 但是Mr.Hart不見了 他到底跑去了哪裡呢 該不會是被反派幹掉了吧 第二集總共出現三次奇怪的聲音 第一次出現沒看到什麼 第二次出現發現天電局的直升機 第三次看到養蜂人 所以我們推測每一次有巨大的聲音的時候 應該都是有外來的人闖入了這個世界 說不定第一次就是Moreal Rainbow進來的時候 可是第一次很多次欸 對啊該不會那些村民就這樣出現了 在預告片裡面看到這位洋風人 當時我們一直推測他到底會是誰 後來我們看到了 他是Zack Henry 有出現在演員名單之中 應該是一個不太重要的角色 直升機我們看到他是有顏色的 上面除了有天電局的標誌之外呢 還有一個數字57 57我們推測應該就是 復仇者聯盟第57期 因為這一期剛好就是幻視第一次出現的那一集 除了剛剛提到的直升機有紅色之外呢 考土司機他那個燈其實是亮紅色的 再來就是Dotty流血的手 光是看到紅色 當然我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 肥紅女鹿的紅色 又或者是Sokovia 就是共產黨的顏色 最後一個比較有趣的彩蛋我們看到的就是 當Wanda跟Vision他們在表演魔術的時候 他們說他們自己是Illusion & Glamour 這兩個真的是出現在Wanda有幻視漫畫中的角色 Illusion是住在紐約搬到New Jersey的魔術師 他跟他老婆Glamour一起 他們兩個也是有超能力但是假裝成一般人的人 就跟影集裡燕裡一樣 而且他們兩個曾經就是Wanda跟Vision的鄰居 而且剛剛有提到他們還是住在New Jersey 好那我們看完第一集跟第二集呢 我們稍微總結一下 這個世界裡面的人受傷或者是受到痛苦的時候 他們的反應都蠻奇怪的 那這會讓我們想到這背後應該不是肥紅女巫想要的 比較像是肥紅女巫被利用 他被關在這個宇宙裡面 不知道反派是想要奪取他的能量呢 還是想要他們生小孩 會不會跟我們之前推測比較類似 Agnes其實是Mephisto的手下 然後他在這個世界是要幫Mephisto復活 那他要復活的話 非常有可能就是要利用Wanda跟Vision的兩個小孩 好那今天我們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我們還有什麼彩蛋沒有提到的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一起討論 那我們下禮拜會繼續分析下一集的 我忘拿與幻視記得要收看喔 喜歡我們888研究室就能看電影的配喔 請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囉掰掰 喜歡我們的話請記得訂閱我們 那想要看更多影片的話 我們可以看這裡 或者是這裡 這邊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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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這邊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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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